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看到这张图 那我们有调整过了以后 我们希望它有点光线 有点气球或是星星那些 很像森林的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们可以先把它调暗一点 我们整个影像整个把它往下调 把它调暗一点 往下调暗一点 调暗一点 调暗一点 暗一点点 该亮的还是亮一点 主要暗的部分能暗的 当然不能太暗 调暗一点点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们打光起来就会比较好看 会比较好看 OK 那绿色的部分也是 你可以调整它绿色的部分 好 调整它绿色的部分 好 调整它绿色的部分 好 针对绿色的部分把它调暗一点 调暗一点 不能太亮 调暗一点 调暗一点 好 让它有点觉得暗暗的感觉 不要调太亮 暗一点 暗一点 好 暗一点 好 OK 让它暗一点 好 那像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加一些东西 加一些宠物曝光的东西 那我们宠物曝光用到什么东西呢 好 我们来想看看 好 第一个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 Night Camera 熊熊 Night Camera 右边这一排的上面算下来第三个 这是熊熊 好 这一熊熊里面有一些的图案可以用 那我们回到首页 这边有一个手绘贴图 手绘贴图 那手绘贴图 我们要用一些气泡或是星星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个 选黑色的底 好 选黑色的底以后 我们就按编辑 这边里面有一支笔刷 笔刷 笔刷 这笔刷 手绘笔刷里面 笔刷 里面有很多的很可爱的星星跟气球 好 像这气球 这是大小 它可以加一些气球 好 加一些气球 很可爱的气球 那如果你可以加一个大颗的 也可以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 如果你需要一些小颗再点一点 按打勾 然后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 那这样就有气球的一张图可以用 好 那这怎么用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一张图片 那我们需要一些气球 所以我们就用工具里面的 从物不光 好 那我们按加 下面第一 下面那一排有个加 加图片进来 好 那把我们刚才做的这一张气球把它叫进来 你看 有吗 混合图层是用什么 用调量 调量 或是重叠 太暗 加 可以 这样就气球 但是调量是比较好 刚刚好 那亮度 如果亮度不够 你可以按最右边这个 调亮一点 调暗一点 那就气球的亮度就会出现 有没有看到 亮度出现 这样很好用 对不对 好 那这是第一个加气球 那我们再回到熊熊 那今天我们不要加气球 我们加什么呢 星星 编辑 好 我们加星星可不可以 可以 加星星可以 我们再选笔刷 好 那我们就选爱心里面的星星 好 那我们希望有一些小星星 小星星 好 那我们就点小星星 一些小星星 大星星 大星星 可以 大星星也很可爱 一些星星 把它 把它夹在这个上面 好 按 打勾 存档 一样把它存起来 按完成 好 那我们一样回到我们的 那个snake seed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夹上来 工具 从 双重曝光 再按加 把这个星星再把它夹进来 有看到吗 如果你真的星星太大 你就把它小一点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 可以吗 这个黄子就有星星了 如果太亮你就把它弄淡一点 太亮就弄淡一点 好 那你就 你看 你看这边就有星星跟那个气球 这个环境就变得非常的迷人 好 OK 打勾 好 那我们今天有星星以后 我希望有一些光线打进来 光线打进来 可以喔 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按回到熊熊 我们熊熊里面有很多工具 你一样按编辑 它这边有一个 剪刀里面有很多贴图 不是剪刀的贴图 气球里面有很多贴图 有看到很多贴图吗 有吗 有贴图喔 那你就可以选到这个 光线这个贴图 有看到光线吗 哇 这边就有很多光线 也有七彩的 也有这个太阳 也有光线 那我们选光线 好 光线 那当然你要底图要选黑色 那我们回去 再回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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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重新选一下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里 我们写 首会剔图要选黑色的底 那这样才看得出来 你不选黑色的底 它看不出来亮度 编辑 好 那我们就选 选这个光线 光线 那我们就选 最下面这个光线 好 打亮 你看 打亮 有没有 光线有没有很漂亮 光线 好 按儲存 好 儲存 儲存 完成 好 那我们也再回到Sneshy的 再用工具里面的重复曝光 那你就打光线加 所有的相片光线 再把光线打进来 你看 有没有 光线从阳光里面射进来 有没有 哇 但是这样好像有点亮 对不对 有点亮 好 有点亮 没关系 怎样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 调整 光线 再做一次 用工具里面的重复曝光 你把它调淡一点 这样太亮了 对不对 那我们回去 互远 再做一次 工具重复曝光 重复曝光 好 来选加 好 这一张 太阳光 射进来的这个太阳光 在这边 好 在这边 好 觉得太亮 淡一点 有没有 好 你就淡一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就好像有点光线 光芒射进来 到你的房子里面 但我们要再强一点 就在这里 大一点呢 就把它放到这里 好 可以吗 这样就光线 光芒射进来的样子 好 有光线有光芒 但是照的太暗也不行 因为你挡到光了 好 这样子光线 也有光线也有光芒 也有气球 好 那我们就完成了 那我们把它当作一张卡片来做 扩片 好 再把它扩片 好 当作一张卡片 OK 可以吗 这样就是我们所要的一张图 很可爱的一张卡片 好 那我们就可以 又光线又光芒 好 那我们就可以汇出了 好 那就把它储存起来 好 那我们这张图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修改 所以我们用NikeMata里面的一些元素 包括气球 光芒 星星 就可以把这个森林弄得比较精彩一点 那你在下面可以留字 留字 留字 留一些字 那留一些字也可以 Have a good day 好 也可以 因为我只会这个英文 开玩笑的 好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英文字把它打上去 按确定 你看 很可爱的一个字 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可以换颜色 换不同的字 换不同的字 有没有 换不同的字 也是很可爱 你换不同颜色 Have a good day 好 可以吗 好 可以 你就会 好 完成 汇出 好 那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各位试看看 Nike Camera 跟SnakeSeed 两个APP 结合 也可以创造很多不同的 那个图像的影像 非常好看哦 好 各位可以试一下看看 对 哦 你要干什么 感谢观看